有什么你们不开心 不满意的这种时候 你们会跟对方 却主动提要求吗 我在处理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是不会主动 跟他提任何要求的 比方说我如果有一些 不开心的一些情绪 或者我们俩之间 有点小矛盾 生点气什么的 我也不会用非常激烈的 那种方式去解决 和去跟他挑明了说什么的 那你都怎么样 我一般就是不搭理他 比方说吧 我回了家之后 我还正常的 我该干嘛干嘛 该做饭做饭 然后该收拾就收拾 但是他跟我说话 我就不理他 就是跟我说什么 我都不理他 这种不理 就是能持续多久 我还挺常持续的 就一直能持续到 他什么时候主动的 想明白了 是哪块惹着我了 是他想明白了 还是你想明白了 你居然渴望一个男人去懂你 你觉得这可能吗 就是会持续到 对方想明白了 还是会持续到你想明白了 一般会持续到 他意识到 原来是这个点有问题了 然后主动来说 你想让一个男人 想清楚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但我觉得杨阳这个就是 挺典型的这种 家庭冷暴力 有点 有点 其实我有点 对方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说你是在冷暴力对待我 他有的时候也会说 但是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吧 就是我可能也属于那种 不太爱表达的那种人 所以在处理这样矛盾点的时候 就会选择这种 比较沉默的方式 我想起那个电影 就是吴温熙东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里边 黄晓明他的老师 就对他师母 就是实施这种冷暴力 就他该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生活 该工作工作 吃饭 就是很长时间 可能是很多年 但就是不跟他妻子 说一句话 他妻子即使是 故意用摔东西 吵闹这种方式来激怒他 他也不会生气 就是不理对方 连我常理那些最好的姐妹 我都没说过 外人只看到 我怎么打你骂你 可他们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的我 胡说 我什么时候碰过你 你不是用手打的我 是用你的态度 这个是很折磨人的 其实时间久了是很折磨人的 冷暴力气精神虐待 你是施暴者呀 你要提高警惕 不觉得就是家庭生活当中 沟通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反正我肯定是选择沟通 我是一个有话必须 必须马上说清楚说明白的人 我自己本身就控制不了 但是我身边确确实实有不少 不沟通的例子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女人 是希望对方能够懂我们的呀 对吧 这么明显的事 你怎么就不懂呢 对 对吧 就这个事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还会觉得 什么事还要我跟你说明白 就破坏了那种心有灵犀的氛围 你就应该一个眼神 你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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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上经常是真的不懂